使用 2004年在日本創下收拾佳績的日劇 領導者們改編日本風田汽車創辦人的奮鬥故事 說明企業要成功 得靠公司從上到下同舟共計 這就是獨步全球的風田生產模式 現在日本的風田生產模式也有MIT版 這一間工廠 燈光明亮 環境清潔 你絕對想像不到 這是一間做傳統汽車零組件的工廠 而這裡的員工都不像以前奏兒秀的 他們都可以不用汗流加倍的工作 但第三公頃的廠方 威化井然有序的機台 這裡生產汽車零件 油封 顧名思義 汽車油封就是用來封油 一般汽車引擎裡裝有突人軸油封 曲軸油封 氣門油封 另外還有變速器前後油封等 防止潤滑油或機油滲漏 而這MIT的小零件 成功打進全球汽車工業的最高殿堂 德國 成果就有了我屬於一個陶地 這個Vienna Riton Benz 我不需要去跟他拜訪 他自己找到訂單 他會優先 優給我篩選 輸的長髮由頭打扮時髦 汽車油封製造廠 董事長吳崇讓作風前衛 儘管家族經營汽車零件製造廠相當成功 但無從讓卻選擇與其切割 在彰化花壇的廠房外觀低調 看不到招牌 但卻能吸引大客戶聞香下馬 靠的是16年來豐田模式大改造 我就專心在整個廠區裡面 一直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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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一直檢討 一直檢討 生產計劃的話 基本上就是會耗很多的時間 再去計算或者來編排 豐田生產模式看板生產方式 其實就是這個表 就是在這個裡面轉換成 這個叫訂單 叫做看板 然後直接在這裡面生產角度排成 當有要變動的時候 很容易抽換 投資上千萬 設計這套看板管理 把紙本訂單表格立體化 統一訂單資訊 讓生產線 採購 倉庫管理等不同部門 及時調整生產計劃 不只節省人力 資訊透明更能提高生產效率 這一小工作區塊 現在是專門製作德國車廠 防塵油封的地方 這些機器設備加上一個人的輔助 就可以生產年產量250萬片 油封裡面要有一些任法的朋友 Gliz要添加上去的 過去可能是用一般傳統是用手去 一個一個弄的 後來再改成用機器手臂去加 帶去手皺葉的 所以現在這個人只放跟包裝而已 生產性可以提升25至30% 產線自動化已成為時代趨勢 工廠改革至今 人力減少110人 將近一半 相對的產能提升30% 一年外銷美國 德國的油封數量約2400萬片 且年年成長 同時無從讓不忘 豐田模式的核心理念 人才是寶藏 員工是家族 老闆有跟我們溝通 對 我們知道就是 清水要增多 要靠大家努力 會不會覺得說 這幾年清水長很多 有 這個長很多 這兩年這個長很多 而且我們是一年提升2000塊 即便當前局勢 曾有歐洲頂尖技術強敵 後有大陸紅潮來襲 無從讓不急地做大 著重提升內部生產技術 目標10年內產線全自動化 鞏固高技術 領直穩定的優勢 以小企業大名氣 讓小小的MIT油工 在全球高級車市場大放光彩